现在更重要的是下一代的人工智能必须是一个高性能的 而且是绿色的人工智能 节能的 不能用太大的那么大的算力 这草废的算力我们人类社会是不能够承受的 所以一个内脑智能最大的贡献 我认为是下一代的高性能的绿色这个人工智能 我一个问题啊 人工智能什么时候取代我们一般的职业 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 这个在十年前啊 有一个调查 很多人工智能大会科学家去调查 大家投票 现在一般职业百分之十被取代 什么时候会出现 大家投票 这是五百个专家投票 最后这四个会议投票的平均只在下面 是去年百分之十的职业会被取代 这个预测是在2015年做的 其实非常准确 你现在算一下 我们差不多百分之十的职业是被取代 包括医疗职业啊 很多都已经被取代 那百分之五十是多少 大家的平均数值是2040年 我们在座年轻人在你们职业生涯中 你会碰到百分之五十的职业会被取代 你就要想到我们现在的企业发展 我们的教育系统怎么样要应对这个 但是百分之九十什么时候 当初估计是2075 我相信这个也要往前移 说明到2050年的百分之九十职业都要取代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为面对未来人工智能一个 一个这个前景 大家可以考虑